就是今天剛好就開始有爆 這種的螢幕CPU 像奧森 今天有被全部的那個 客戴的美術指導 他們兩個好像有 就是住在一起落葉 曾經華舟平頭變身時尚咖 震驚陳昊森爆出新激情 設計師江一勳品牌 推出第十季服裝作品 這次特別結合電影 不僅找來曾經華與女略走秀 跟大膽指導筒拍攝電影蜜 剛開始去的時候 就是烈姐說我的故事很難看 因為我問她說你有沒有劇本 她說有 哪個我看 我說這個不是劇本 這充錢量是故事 可是你的故事好難看 我看不懂 但到後來 我覺得就慢慢的越來越好 然後大家都加入自己的創意進來 這是我沒有遇過的 因為以前我可以自己決定一切 我自己常說是跟巴黎 現場一起合作 那烈姐跟金華 這次都是一起 把國際時裝作走秀嗎 我說實話 當初接這個案子 當然很大一塊是 以為我們可以去巴黎 你現在提醒我 我本來都不緊張 跟你講到很緊張 我完全沒想到說走錯這件事 因為你就是 也知道我們每一年金馬啊什麼的 就常常走紅毯 所以對我來講 它就比較像是金馬走紅毯的概念 所以我也沒在緊張的 對我現在開始緊張了 我其實還好 我不太會緊張 因為之前參加的就是頒獎演 然後會有一些壓力在 那今天金華跟烈姐的 反彈女是 不一樣的事情 從來沒有過 像烈姐的造型 我是覺得她開場了 她是氣勢 如果你們等一下看到她 氣勢 很有氣勢啦 就是開場 她需要一個大風群 然後讓她可以震住全場 壓力很大 責任太大了 像金華就是因為我覺得 她的 就是接連幾部 她的造型頭髮都比較短 然後我覺得她可以有一些 新的髮的樣子 給大家看 所以我想做幫她加一個 頭的帽子 比較不一樣 比較像比較大的抱筒 像這樣子 喜歡 喜歡 超喜歡的 就是可以適應這個 我終於可以不用再溜冰了 不小心就是在 穿搭 你有想到要怎麼樣 就是花式摔跤 我今天褲子蠻長的 有機會 就是今天剛好就剛才有爆 就是我們的 螢幕CQ 浩神 今天有被螢幕做的那個 柯載的美術指導 他們兩個好像有 就是住在一起 末夜 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但你們平常私下感情 你們居住在什麼 但現在大家幾乎都在忙 各忙各的工作 其實 沒什麼機會聚在一起 拍完戲呢 都在寫作業 也打報告 什麼 所以就是忙自己 這個事情 不到對不對 所以你也不太清楚 他們兩個就是私下的感情 到哪裡 好 不太知道 今天啊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你踩到我裙子了 對不起 對不起 這裙子好 這裙子好 好容易被踩到 謝謝大家